嗨,大家好 今天来教大家画一种简易的锡子 那什么是锡子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我们很常在这种参数化建筑上面看到这种渐变性的理念 那它这种其实就是一个锡子的概念 也就是attractor 那我们直接透过案例来了解说 这种视觉效果要来怎么做 好,那像刚刚那种锡子的效果啊 它在视觉的背后其实是 常常是有一个模具或者是有一个隐藏的网格在的 那我们如果要绘制网格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利用我们在上一个案例 也就是在这个vector底下这边我们用到了这个grid 这边呢是可以很快速的建立网格的方法 那我们上一个案例是使用这个方格 那我们今天呢用这一个 第一个我们用这个来画六角形的方格 它在这个位置 好,那一样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前面这边这个plan的参数 我们把它截取出来 然后做视线上面的一个隐藏来避免混乱我们阅读 然后呢我们在它的这个数量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把它打10 这个的话就是x方向的数量 还有y方向的数量 好,我们先都把它设成10 那在size尺寸的部分我们这边先不更动 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后面这边的这个参数 其实跟我们原本画这个方格 它的这个input跟output都是很类似的 也是有这个网格 然后跟这个网格上面每一个点 那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它的这个点呢 是这个,这个边边的这个点 还是是中间的这个点 好,我们来给它一个point的参数 我们把这个点位送进来 好,你看哦 它这个的话是针对这每一个网格的中心点的点位哦 好,那知道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每一个网格中心点 我们来画圆 好,画圆的话我们到curve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circle 好,再来这个位置 circle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心的这个点位 我们直接把它送进来 好,然后呢 在半径这边 它现在预设是1 所以它有点大 那我这边先打个0.5好了 让它小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都是画在这个中心的位置 好,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要建立这种锡子的效果啊 我先把这个点位隐藏起来 我如果要建立这种锡子的效果啊 我们可以在Ryno里面我们画一个点 好,假设它在这个位置好了 那我现在呢 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上面每一个这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点的距离 我们利用这个距离的话 它就会有大有小嘛 它这个最近的数字就会最小 最远的呢 数字就会越大 然后我利用这个有大有小的值呢 来作为我们画这个圆的半径 这样子它看起来就会有这种锡子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要测量距离的话呢 我们要到Vector底下这边有这一个Distance 也就是距离 好,它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量距离的话 它都是测量点跟点之间的位置嘛 所以你看它这边前面两个参数就是 Point A跟Point B 好,那我们要测量的Point A呢 就是刚刚画完的这些每一个六角形中间的这个中心点 好,那Point B呢 就是我们在Ryno里面画了这个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点汇到RestHopper里面 我们到Parameter底下这边我们选择一个Point 这个点的这个容器在这里 好,那我们按一下右键选择SetOnePoint 圈选起来 好了,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Ryno里面的点 我们把它汇进来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点 六角形的这个点 我们把它送进Distance的Point A 然后把Ryno里面这个点 送进Distance的Point B 好 那我们这时候在这个Distance后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Panel版 我们来看一下它量的这个距离 好,你看 12、11、10有没有 它就是针对每一个点位跟这个点的这个测量 那我们刚刚其实打0.5它就已经这么大了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半径我们直接给它12 那它是不是会变超大的 所以这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值 它不应该这么大 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它全部变小呢 很快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些数字 全部把它除以10 好,然后我们到Math底下这边 我们在原本有做数学运算 一开始觉得很无聊的那里 好,在这边 这边有个Division就是除 我们直接把它除以10 好,我们把这个值除以10 我这边先打个10 好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结果 我们把它送进这个Panel版里面 好,你看原本的12变成1.2了 好,那这个值就是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的值 好 好,那我们先把它删掉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已经缩小过后的每一个点的距离呢 我们直接把它送到这个Circle的Radius里面 我们就不要这个原本的0.5了 我们直接把它替换掉 直接送进去 好,你看现在这个点 这个圆就有大有小了 我们可以先把原本这个六角形的网格 我们把它做视线上面的隐藏 好,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好,现在可以再除大一点 我们除个11好了 好,除16 这样 那我们可以稍微移动一下Ryno里面这个点 你就会看到它这个渐变的效果就会跟着改变 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C值的做法 有的时候这个C值它可能是一个点 那它也有可能是一条线 线的话有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它就会可能就是测量这些每个点到这个线上面的这个距离 那这种案例的话呢 就是之后会再教大家 今天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个这种很简单的C值的这种概念跟做法 它其实呢就是利用这种点跟点之间的距离 然后再利用这个距离去做它数值上面的一些缩小或改变 然后来形成这种渐变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小方法来调整这个半径上面的这个值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说它全部都已经缩小了嘛 那如果我想要希望就是可能最边边这边的它都是维持在某一个值 就它也不要这样子有大有小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到Math底下这边有这个Utility 我们选择这一个Million在这个位置 那你看它这上面这个是一个最小值嘛 那它这个最小值我们如果把它送进这个缩小过后的数值的话呢 它其实就表示说我们这边它这个到时候最大的 它会维持在哪一个这个值 好我们直接来把它送进来更改看看 然后呢我现在希望这边最远的每一个都是半径0.7 好我这边就打0.7 把它送进来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你就比较有感觉了 好我们把它送进这个Circle的Radius里面 好你看它现在这边这个圆的话就被固定了 你可以改一下 好这样子的话呢它最远的这边它的这个值啊就会比较均值一点 就不会有大有小的差的那么多 那这也是一个处理这种Attractor收编的一个方法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呢我们建立了六角形的网格 然后也教大家这种简易的锡子的概念 它很常是建立在这种距离之间的判断 然后把它去做数值上面的缩小或放大 这样这个的话就是很简单的这种锡子的概念 然后我们也终于用到了这种加减乘除数学运算的应用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距离呢 全部一起透过除的方式来让它缩小 好然后呢在最后我们有透过一个这种最小值来做它 我们整个边界它最大值的一个设定 来达到它视觉上面会比较整齐一点的一个效果 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